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,由于与伊朗的关系恶化,美国将向中东派遣1500名士兵,就在两艘伊朗军舰,护送一个邮轮出口船队,驶出波斯湾之后。 特朗普称,我们希望能够保护自己。我们将派遣一支数量相对较少的特遣队前往中东,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。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·沙纳汉,正式向中东派遣1500名士兵。他在推特上发文称,五角大楼告诉国会, 我已经满足了总司令向美国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作战区,分派1500名士兵和防护装备。以加强对我们部队保护的请求,这是对来自伊朗可能威胁的合理回应。 除此之外,加上可能追加的8800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,美军将可能增兵1万人以上。而就在此前一天, 即5月23日,特朗普表示,他不会增加在中东的美军士兵人数。但如有必要将做出这样的决定。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凯蒂威尔·巴格尔表示,这支增派的特遣队,不会部署在叙利亚和伊拉克。但他拒绝说明将部署在哪个国家。 这是说美国在该地区有几个部署地点。五角大楼声称,不打算与德黑兰对抗。威尔·巴格尔指出, 伊朗必须重返谈判桌。他表示,我们对伊朗的政策没有改变。正如总统和代理国防部长明确表示的那样,我们并不是在寻求与伊朗的冲突。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增派的士兵是敌意的来源。他们本质上是防御性的。 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迈克尔·吉尔迪海军中将称,在这1500名军事人员中,约有600人将服务操作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。 在未来几周内,我们将派遣更多的观察和侦察装置,以及航空和工程部队,来保护我们的士兵。 此外,还将向该地区增派一支战斗机中队,美国的飞机和无人机,将追踪伊朗的巡航导弹。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,与世界政治系副系主任安德列·苏斯达尔派夫指出, 增派一支一万五千人的特遣队。这是美国对抗政策的延续。 华盛顿的主要目标,是,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存在。 伊朗刚好被用作借口。 他认为,美国在形势上有采取这种举动的理由。 因为其与伊朗的关系加剧了。 但是,美国军队只是对美国基地军事构成的补充。 仅此而,不过,不可否认的是,这将改变力量的平衡。 苏兹达尔派夫强调,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,不足以开展作战行动。 因此,增派特遣队是一个示威举动。 这是美国领导层的传统政策。 展示自己的力量。 但这样的决定,不会影响外交工作的改善。 早些时候,伊朗外交部警告美国,正在进行危险游戏。 伊朗外交部长扎利夫指出,在一个小区域内,部署如此多的军事装备本身就容易发生事故。 需要极其谨慎。 美国正在进行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。 此外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,美国打算批准向约旦、沙乌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出售武器的协议,以增加对伊朗的压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白宫政府绕过国会做出了这一决定。 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,在谈到白宫,打算绕过国会出售美国武器时称, 我感到失望,但并不感到惊讶的是,特朗普政府再一次未能优先考虑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利益,也没有捍卫人权,而是向沙乌地阿拉伯等专制国家提供援助。